字幕提供 好,那我们开始在练习的时候 就变成是这个字了 这个字是秒的 小朋友很开心 因为不用动脑筋 我们来示范1的写法 那前面的第四个影片已经有教了 到后面停的时候 再慢慢拿起来一下 一点点,放松 好,接下来大考验来了 你怎么知道怎么写 写这么高,对吗? 写这里对吗? 写这里对吗? 好,老师就,我们前面有做笔记了 就是有定义它 它在4号9楼 写出来的字 大小会刚好 然后高低也正确 好,4号9楼完蛋了 一年级不懂 老师再讲一次 看好 要找出4号 先找出中心点 先找出10号 有些小朋友很认真 很厉害 都不用老师教 他就这边写 0 5 10 15 20 我就觉得这小朋友怎么那么认真 老师都没有这样教 老师之前的影片都没有 接下来 5 10 15 20 好 那现在它是在4号9楼 你怎么找? 先找到10号 哎哟 老师有讲这个 这边有线 看起来很好写 那我们教这个时候 老师也应该给小朋友看那个 北极星的影片了 找北极星的影片 这一个点呢 10号10楼 就好像北极星一样 我们给它放进来 那你字就不会写太差 老师有实验过 真的 如果你真的直接这样写 空白的 如果你这样子写空白的 直接这样写 哇 真的乱七八糟 都不知道从哪里写 所以脑中要有 北极星 10号是楼 中心点 等一下就会比较好写 所以接下来到这里 好 这个是有鸽子的 还比较好写 先找到10 再找到5 有的小朋友不知道5在哪里 我教的经验 在这里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10嘛 5 老师这个是放大的 方便老师教学可以看讲解的 那在这变小了 书奴空变收小了 好 第一笔的座标是在4号9楼 所以你要 老中要15 10号9楼大概在这里 好 那写到多少 16号10楼 好 我们看一下 写到16号10楼 16号10楼 再比它长一点点 这里 好 那一个楼层 就一个铅笔线 好 4号9楼在这里 想好了吗 好 这在写的时候 我会把萤幕再放大 好 我们先准备好 要发动了 要开车了 好 我开始放大 好 你这样就会很清楚哦 看一下 要从哪里写到哪里 老师放大 很大 不是最大 已经很大 那大家方便写了 脑筋写之前要 中间的中间 旁边 好 向右走 10 超过 然后要写到这里 好 到时候停一下 然后再慢慢 拿起来一层楼的位置 拿拿拿拿 好 哇 这个 这是写的 比之前录的影片 写的字还要漂亮 好 这个是靠自己写的 那很多小朋友 会怎么写呢 哇 彩虹耶 这样太弯了 老师交弯的时候 就有老师说 啊 怎么这么弯 我们学的以前 不是这样子呢 不用担心 老师每次都一直讲 老师的智库 有152万个字 有很多每种字体都有啦 那凯述就应该有 五六十万 七十万 加上如果卫碑的话 应该快一百万个字了 所以老师都有参考 古兽人写字的写法 这样写起来很漂亮 啊 再不相信 就要去看两个影片 大家来学印笔字 里面有讲得很清楚 诶 字为什么这样写 到时候老师会把它放进来 接下来怎么办 写空白的 这样也会分倒 对不对 所以老师要讲解一下 好 这边要说明的是 老师教的顺序 书写顺序是这样子 一从这里写 很多小朋友都会写错 二 三 三个字了 如果你三个字写得很好 老师会建议你挑战这边空白的 挑战成功 可以直接写二 啊如果怕写不好的 有格子的往下写 有格子的先写 写 写 写到说 哦老师我写得很棒了 我要挑战了 再来写空白的 好 所以左边的部分是给你练习的 培养基础 这边是挑战 老师我写得很烦了 我要去写二了 好 那就可以挑战这里 好问题来了 我们前面有V00笔法练习的 对不对 如果你练到这边 都还是没写好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回去V00开始练长痕一 好 好练习顺序这样子 好接下来最讲最恐怖的了 要挑挑挑挑战大魔王 空白的 好我们先把它放大 好了好了来了来了很恐怖 所以你在写字的时候要怎么办 想一下 中间 十五 五 十五 fart 十五 在这里 这边 等下写的时候看不到 所以你要先遙 alright 16out 十六 大概在哪里 阿尼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写 边写边看这里 好 Temple 下olo first 你腦中要有十、五、四、九樓 第一點向右寫 變細 再慢慢停 到了十五 然後再慢慢拿起來 這樣子寫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再寫彎一點也可以 我再示範一次 腦中要有十、五、四、九樓 大概在這裡 壓 慢慢拿起來一點點 這兩個都可以 這個比較平一點 這個老師有做粗細 但是因為筆心看要怎麼用 最好是順順的可以寫 但是老師目前寫的是太細了 因為毛筆你有時候要轉面 它是有最適合寫的一面 但是都很漂亮 如果你其實這樣 早就過關了 空白的 好 我們一就介紹到這裡 好